不是 师哥 你这赏又疼了吧 郭师傅 你刚才看见啥了 我看见 那死孩子让这只人背着 站在后边呢 不可能啊 那死孩子我们撞小管才离了 人都 不说一起吃饭吗 怎么自己造上去啊 师叔 不说一起吃饭吗 怎么自己造上去啊 师叔 怎么弄的 下河楼飘的 撞的 哦 是不是伤口碰过飘子 师叔 师叔 您老见读我师哥 我师哥他 他这 他这难吗了 众害神了 骂死众害神了 弥谣邪术 人重其谣 择恶必较 目见邪鬼星 而闻邪鬼生 就知 长死自尽 不知一 失误一生哪 吴老险 你说点咱老百姓 能听懂我话行不 师父曾经说过 一旦中了学术 就会频繁看见不干净的东西 时间一长 精神崩溃 就自杀了 不是 那这玩意能制不 你们牵拖着 UC 多之前 有分析 有分析 帮助 人贵 你 还会打个手 支持 你的钱 其实是 要是 刀 你 五十二 别是 害死你大哥的那个魔骨刀 二十年前我腿还没去 在咱这儿也算是小有名气的捕困 那一阵 天津卫总是丢小孩 有一天我接到线报 人贩子有可能在南门一带出现 于是我趁着黑夜躲在了那儿 李公辞曾经为李都军所建 都军死后就编成了百姓们的菜地 后来传言那儿闹鬼 也就渐渐地荒废了下来 我本来不信这些东西的 只到那一夜 我愿想 这只是普通的牌丸 那长相 当那个东西回头的时候 把我下半辈子的命书都盖了 天杀的 谁能想到 不透小孩居然是只怪猴 不透小孩居然是只怪猴 北京居然是只怪猴 我也是只怪猴 他在那里 我也是只怪猴 我也是只怪猴 我同那畜生斗了几个回合 给了他一下 谁要到后面有口井呢 城里之所以丢小孩 正是因为那个魔古道的余孽 想来这死自知命不久矣 便躲在井底巡洋马猴抓小孩 你大哥的尸首也在那里 像是小孩续命的邪法 可还是一命误糊了 那是一本魔古道的邪法 我当时双腿已飞 本想着恢复些气力 再爬出去求救 可哪料想啊 那井下邪修居然还有后寿 老先生 您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那个小药犯呢 是井下邪修的徒弟 那合着您老这腿是这么瘸的啊 有你那么锁化的 塞犯都堵不上你嘴 赶紧您老腿是这么瘸的呀 那后来呢 后来啊 寻补方又抓了他们一个同党 从他嘴里得知了这个小贼的身份 他叫莲花青 莲花青 想跑 爸爸 我饿 你就能够吃 小虎乖 一会儿饭就做好了 一会儿饭就做好了 原来 莲花青 我兄弟 这么晚咋过来了呢 真好 等会儿一起吃点 爸爸 我饿了 这孩子你说 少吃一口都不行 你吃饿了 等着 爸爸给你看包子 蒸熟了没 太烫了 爸爸给你掰开 一个包子呢 你吃不了 这把老包子 给你莲叔送去 我不饿 白似乎你过来 我跟你说点话 郭德勇要坏咱们的事 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放心吧 等明天我给娘娘做好饭 就去办了 对了 你不吃点啊 你不吃点啊 媳妇儿 媳妇儿 包子蒸好了 起来吃点啊 又不搭理我 我带孩子出去玩会儿 爹爹 走 出去玩啊 走 出去玩啊 走 走 丁老 你有包子没 走俩溜溜缝没 不是有拿包子溜缝的吗 你能不能别添乱了 您接着说 后来呢 后来我就失业了呗 我这种飞腿啊 还能干吗呀 在天桥边上 跟那个姓崔的 抢点生意 说书 买药糖 要不是你师父接济啊 我都活不到今天 这么说来 那母子俩的死 就是摩古道给害了呗 我师哥这邪病 也是因为莲花青才得 相传 不是摩古道 曾用邪术引发过大水 后来有能人 做了这九牛